好,各位旗友大家好,那这盘棋是今天8月9号进行的第四届中国围棋王中王争霸赛 七轮比赛当中的第二轮 这盘棋由黑方李宣豪对战白方李清晨 二里之争,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昨天的第一轮比赛呢,李宣豪是输给了丁浩 然后李清晨是赢了米玉婷 好,我们来看实战的对决 开局新小木之后单关跳,还是李宣豪的老套路 白棋挂脚完之后,靠了班,走定式 黑棋点脚,白棋拆,黑棋再挂 右上贴起 黑棋这个地方可以拖行啊 或者说你往脚上立,跟着补一步 差不多其实,关键看周围的配置 黑棋双飞燕,然后左上也是定式 这个打完之后白棋沾,黑棋这个沾一个 然后考虑到右边这个头已经贴起来了 所以说白棋就选择高拆 黑棋拆一个,白棋再拆 非常普通的一个布局 这样黑棋先往上打入 白棋肩顶 拿住根据地 黑棋再往底下碰啊 这个黑棋的思维还是比较跳跃的 上面没有走完又回到底下 白棋扳,黑棋反扳 断打之后,打吃,黑棋单长 然后再挡住 之后黑棋再拐头 我们来看看这个地方到底有哪些定型啊 白棋这个挺头当然很大 但是你顾到这个右下的话 黑棋这里断打拐打 白棋是不能跑的 跑的话被黑棋一压再一打 直接针死 那你只有长 长的话黑棋提 跳一个封锁 黑棋底下唬一个火棋 这个黑棋的这个控是比较实惠的 实战白棋粘 那就遭受黑棋这一靠压 这样白棋顶住 黑棋先断井气再打吃 等白棋提的时候黑棋粘上 这边走的铁后 这一套的脸招还是非常厉害的 接下来白棋也打入 这个棋黑棋可能第一感是靠压 但是不太好杀啊 白棋有这个挖 一段打之后打吃白棋从这儿打 提掉的话再一打 反正拍上来给你开截 你站的话他再尝一尝 因为右下角还有这种碰的这种藤螺 所以说在里边还是 有很大几率可以做活的 如果说你往上打那白棋粘 挡下来的话 你只能围住右下这一半 然后右上角被白棋打了粘 压过来之后再一冲 那就直接烂掉了 所以说这个靠压似乎不是很厉害 黑棋选择直接搬 搬完之后长 要大吃白棋 白棋二路飞 做根据地 这个棋 黑棋这个相簿飞下来 逼住 是AI的一选 这个棋是一个局部下法 如果说周围都是非常空的一个状态 那你这张下遭到白棋穿向眼 肯定不行 但底下黑棋很厚 这个时候就体现出作用 先看黑棋为什么不去小间 小间被白棋爬一个再断 刚好弃掉这几颗子 起到这个紧住黑棋三颗子 这个弃的目的 他再来个坚定 这个就很容易活了 所以说 这个地方黑棋走这儿是最为强硬的 穿向眼的话呢 那黑棋欢迎啊 直接往天上跳一个 白棋两边都要出不来了 走这儿的话直接盖头 这个右下压过来黑棋搬 反扳的话长一个 也没什么用 跳的话黑棋冲拐回家 沾的话他把上面一捕 跳出的话 不管是飞也好 这个盖住也好 反正白棋在里边即使是苦活 黑棋外边全部变厚了 而且还不一定能活 这个形状 使阵白棋飞 这个也是利用黑棋冲不断 你要断的话他打一下 唬一下 逼迫你连回去 然后再一冲 这个黑棋是拦不住的 所以说这个黑棋是先拐 那白棋不敢成了 再长这个咔嚓一段 白棋逃不掉了 再打长 再唬他连回家 这个冲不出来了 所以说当黑棋拐头的时候 白棋右边补棋压过来 黑棋很顶一个 这个顶也是瞄着跨段 白棋走一个猴子脸 补棋 黑棋跳刺 这个棋白棋也不太能沾 沾的话被黑棋来一个飞针 也够呛啊 这个地方靠段 黑棋打 除非你这样 反打黑棋提 然后你再这样硬拍上去 而且黑棋还有可能断打上来 你普通的联络 这个还连不上啊 可能要卖掉这个右边 这一带的先手 然后再去中间补断 这样黑棋右后 白棋还很苦 所以说实战白棋就直接跳了 黑棋右上 尝一个 那马上这个白棋的断内部 不然脚上不活 尝出来 黑棋再跳 黑棋的这个整体思路 还是非常不错的 通过攻击白棋 然后顺势席卷白棋 上方的这个空 白棋拐头 黑棋冲一个之后 跳出 白棋如果马上跟着跳 那上面这个点方 被黑棋点一下 白棋受不了 这个怎么补啊 很难补啊 这样顶一个 以后黑棋向这里 搬一搬 打一打 再顶一顶 那上面这个棋型 基本上就快活了 那战的话再唬一个 所以说这个棋 白棋跳方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有关双方的根据地 白棋走着 黑棋右边补一手 这样这个大脚 基本上还是保住了 白棋往中间跳 黑棋跟着跳 这一跳呢 顺便坚硬上方这两颗子 白棋看大龙暂时 没有什么危险了 直接回到底下 路飞再掏空 黑棋飞风 白棋靠压一下 长 黑棋窗破眼 白棋沾上 上边黑棋扳一下 先手阻度 中间奔一下 这个白棋还是不火 之后白棋小肩出头 黑棋点刺 这也是点到这个腰眼上面 压出来 这个棋其实黑棋可以冲断 但冲断的话 直接就送白棋活了 他里边一打 这边这个跳方的形状 一只眼 然后右边一团 也是一只眼 这个黑棋就杀不掉了 这样你吃中间这一堆残子 还得再多花一手棋 就没这个必要 实战黑棋单场 白棋团住 黑棋在飞 其实现在黑棋 已经转移这个目标了 不要看这个黑棋右边这块大空 被白棋给掏掉了 但是黑棋中间 连续的这个小飞 已经把左边这里的空 要慢慢撑起来 所以说这个棋 就算杀不了 黑棋也可以接受 白棋小肩逃跑 黑棋贴住 白棋再尝一个 接下来 AI的建议呢 是黑棋直接就冲出来就行了 冲完之后 反正这个白棋底下 以后会遭到黑棋的搜刮 但是有一个缺点 就是白棋尖领之后 脚上一扳再一飞 又可以跟中间大龙联络 因为这个头昂起来了 然后又可以把黑棋 左边的空给压缩 黑棋为了自己比较 连贯完整的一个思路 就是攻击白棋为左边 所以说他直接就不冲了 直接抢到左边最初小肺 当然也行啊 有的时候这个 不一定非要下出 胜率最高的棋才算是好棋 只要让自己下得非常的舒服 这个节奏能打控到位 那就可以了 白棋尖顶完之后 搬下去 黑棋断打再打持 白棋反打 搬一个 黑棋反板 这盘棋的这个进程 非常的快 就是一共有四盘棋 然后这个 其他的这个盘 才下到布局 还没到中盘 这盘棋已经快要收关了 毕竟这个 白棋是李清晨嘛 快刀 下的确实快 就比在双方两个小时的时间 下的跟快棋一样 然后这个棋就看白棋 敢不敢断 你反正直接断 尝一个 黑棋就打 你外边这颗子 你也争不掉 所以说这里作战 黑棋是不可能惧怕白棋 实战白棋先尝一个 补掉自己的段 那黑棋压过来 那也不能 眼看黑棋这个大控形成 所以说这里 马上就成为焦点了 白棋先来一个断打 尝 这个必然 黑棋拐吃 白棋夹一个先手 上边拐头 要求联络 黑棋挺头 白棋再压 接下来黑棋 修了一把手筋 这个地方 李宣豪也是开始发力 底下断一个 这个断 白棋也只有拐打 再搬一个 这个太秀了 这个棋 反正白棋你只能提 你走这儿 被一冲拐回家 再一冲 这个大龙全部死在里面 那只有提 提完之后 黑棋再搬 那白棋也是 只能这样去打吃 这个地方交换 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可以冲断 白棋大龙 黑棋随时可以往这儿冲 白棋要是挤一个 提掉黑棋战 当然现在这个时机不成熟 这个白棋 像有这种冲断 其实就算靠断 这个黑棋拿不住 你要吃这三颗子 那也太没追求了 这个左边的空 又被白棋给打掉了 吃三颗杆子 落一个后手 没意思 冲的话呢 那白棋断 你这样打吃 它长 再打再长 黑棋主要是这个鱼形 气太紧 三口气 中间两颗子也得死 你要是只是 比如说这样去吃回去 那这个白棋就算了 直接中间拐打 这个棋就活了 黑棋攻击也就有点落空 你要是贴回去的话呢 被白棋这一拐 变成两口气 那这个黑棋要被反杀了 所以说这个棋的话 还是在这个地方 有点东西了 但是现在黑棋 直接动手不成立 实战 黑棋开始做一些准备 往左边搬 搬完之后 白棋反搬 黑棋再一户 这个棋什么意思呢 就如果说你白棋沾 他刚好来个跳刺 这个跳刺跟白棋沾上交换 就把中间这个冲断 跨断 全部给补了 当然这个上边 这个小飞还存在 这个间断 跨断的问题 他可以再补一手 你白棋 靠一个 你底下得连了 你要是再不走 这黑棋就要冲过来了 那白棋就完蛋了 大龙全部得死 你这个时候底下补一步呢 黑棋可以迅速的在中间定型 向上边这里的大吃 刺一个 对吧 白棋得补断 再虎一个 马上左边要冲断 你还得双一个 那中间这个地方 不仅快速定型 而且黑棋沉了好多目 这个棋 黑棋是一个理想的状态 那实战白棋不太肯 让中间这里的空 攻守向上 所以说他来一个碰 这个对抗的强度就上来了 其实黑棋也不难处理 这个地方实战是长 最为稳妥的一招 也可以选择搬 搬的话问题不大 白棋反搬 黑棋可以这样打吃 压过来联络 白棋要断的话 黑棋直接打完之后再一断 就把白棋左边 这一堆全部给割下来了 这样大致要形成转换 因为黑棋要注意 就是上边被白棋打 这一堆子也得死 这个是比较激烈的一个下法 可能黑棋觉得这样转换 不太能满意 空损失的比较多 所以说实战黑棋选择双一个 就这样连回 那黑棋一联络 白棋底下得补了 因为虽然说你中间有这种冲断 但是左边黑棋这一吃 他就连回家了 所以说黑棋是有个后门的 底下这个冲断 白棋还是得补 提掉的话就补好了 那还是没打起来 黑棋开始搜刮白棋左边这一串 先冲一个 白棋如果说挡住呢 被黑棋来一个点方 相当难受 这个棋形两边都被点方 太痛苦 所以说他跳了一个 然后黑棋还是点次 白棋沾 接下来的话 这个棋 黑棋全扳了 冲的话没什么用 冲的话白棋挡 再冲 顶住 你再断直接拐打 这个白棋就吃通了 这个中间的这个靠的子 反而成为好棋了 实战黑棋扳 下一步白棋算是个勺子 走的这个夹的位置 这个不应该 这个应该扳这个 扳这个黑棋断 白棋就打吃 他也分不断白棋 反打的话白棋提 黑棋上面三颗子先死 左边这个挖也不成立 挖的话一打 黑棋也沾不上 气不够 那黑棋断断不掉 如果说他往上打吃 连回来呢 那白棋把左边的 蚕子一连 打吃先手联络 再一靠 逼着黑棋这里连回去 这样白棋也就 这个全部连回家了 还带有一定的目数 所以说白棋 搬一个是最好的 实战白棋 假一个出问题了 为什么呢 这样说 因为黑棋只要能走到这种冲 基本上白棋崩溃 白棋也不敢挡 挡的话 黑棋再一冲 你再顶 黑棋再断 跟刚才不一样了 这个刚才白棋是 搬在那一下 然后现在拐打 就可以把黑棋抱吃 但现在是假在这 你再去拐打 黑棋可以跑 那白棋就死在里面了 这个是天壤之别的 所以说你挡不住 那这个如果说打迟呢 打迟的话 黑棋往里冲 你走这儿就直接再冲 上边得死 沾这个 黑棋还可以挤在这儿 这个是个好奇啊 因为白棋如果沾 黑棋再冲 挡住的话 黑棋断打之后 小金联络 白棋左边又死 那白棋说 我先来这个联络 行不行 还是不行 黑棋可以沾 你要是拐住的话 黑棋直接打 那你要是沾这个黑棋一断 白棋又得死 而且连断都不行 这个都不是一个结啊 这个黑棋冲再一冲 白棋就不行了 这个白棋如果单瞻 那黑棋上边打 这个你马上大龙要被冲断 你冲回去的话 黑棋上边一提 提完之后再一打 直接形成一个结针 这个结虽然说黑棋也有负担啊 但是他先提起 那白棋的结材在哪 不太能找得到啊 白棋好像没什么结材啊 就算你这个一路地 是个本身结 黑棋打 黑棋结材太多了 比如说像中间这种冲啊 冲完之后以后靠上去啊 包括这个实在不进行的时候 这种挤啊 对吧 只要能杀右边大龙的这个先手 都是结材 那白棋这个结要被 黑棋给打爆了 这样下的话 白棋就直接炸了 那这一冲 但实战李全豪也没有计算清楚 他走的是长 结果被白棋再拐回去 这个地方白棋虚惊一场 那这个棋还是非常细啊 双方都错过了一个机会 接下来收关了 黑棋打完之后连回去 白棋左边 这个站没有走到 现在目前最大的应该是这个瞻啊 站完之后一虎 这个先手应该早点交换 实战白棋走的是右下这手刺 但是这个还不是先手啊 左边白棋不走 黑棋应该马上挖进去 把这个木树给逆收掉 这个巨大 向右下角 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棋 白棋如果说冲 那黑棋挡住 他要是拐 那就给他了 黑棋随便补一手 这个棋把左边逆收的价值 是要超过右下角的 那白棋如果说断了 这个是他最强的下法 那黑棋就二路打 打完之后站上 白棋拐持 再沾 倒下来对杀的话 黑棋往脚上跳 那这么大的眼威 白棋肯定杀不过 他要是把黑棋断开 黑棋再沾一个这个地方 跟这个双板凳对杀 白棋也杀不过 往外边冲的话 也是死路一条 所以说基本上 白棋也就断不掉了 可能还是拐一个差不多了 黑棋这个转换 肯定是便宜的 但是李全豪 也没有算清楚 选择了沾 结果又被白棋 及时回头 走到左边这个先手 双方在有些地方 都是机会的地方 都有输 接下来白棋脚上挡住 黑棋二路搬沾 白棋上边打吃先手 右边顶住 再沾 这个时候黑棋已经慢慢有些优势了 团住 黑棋左下立 白棋右上爬进去 黑棋再吼 接下来白棋关子又失误 这个棋的话挡住最大 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个逆收价值 实战白棋顶右边这个呢 黑棋应该去把他先手给交换掉 这个一路搬沾 没必要保留 然后再跳进去 这一种先手是一定要先走的 你如果说想破的更多一点 那也可以这样冲完之后 打了再沾 这个也是先手 白棋脚上补补 被一搬就死 对吧 他还得再去补齐 所以说这个地方的话 黑棋应该 白棋应该去挡住 不是应该顶右边 那实战李轩豪又跟着判断失误 这盘棋关子有点意思 双方这盘棋关子下的都不太好 都是在同一个地方一起跌倒 这个是比较有趣的一个现象 一般来说 这个一方失误 另外一方就能走出来 像这个三个地方 都是双方一起失误 白棋拐住之后 黑棋长 然后又失误了 白棋 这个挡还是没走到 走到右上这手夹 最一走的话 黑棋的胜率立马 稳在九十几了 黑棋爬一个 一路搬沾先手 然后底下跳 白棋冲完之后夹 黑棋再搬 打吃 因为黑棋已经优势了 所以说这个结没必要去打 直接沾上 右下扳 白棋上边扳 黑棋这里终于判断清楚了 没有跟着硬 打吃 白棋爬进去 冲一个 断 黑棋这里不要随便去应对 只要不搞成一个收起吃就行 这个跳还不错 白棋成一个 冲一个底下力 后面基本上就小关子了 没什么讲的必要了 那最终的结果是 黑棋赢了四分之三子 优势也不是很大 那这一盘棋的话 这个还是非常的精彩的 特别是这个黑棋 通过攻击白棋右边大龙 然后想顺势把左边 这个空给撑起来的 这个策略非常的不错 当然了 在后续的这个 有一些机会还是错失了 比如说白棋 这个中间 如果搬一个就直接联络了 他选择夹一个 其实是一个致命失误 黑棋如果说再往前冲 就算左上角搞出来一个结 也是黑棋有力 因为白棋接才不够 那黑棋错过的话 后面就是个关子去了 关子这盘棋双方 收的都不是很好 也是翻了很多的书 不过最终李轩豪 还是非常幸运的 以微弱的优势胜出 好 那这盘棋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了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